今天一家四口逛商场 我老婆说给我买件衣服 我说我有衣服穿老婆 就别买了吧 好久不买了 再买一次件的 多少钱 看看 29.9 看看呢 你看看呢 一家四口都来了 姑娘也来了 就这衣服啊 多少钱老婆 29.9万 29.9万 这个29.9万 人民币是 也要 就说30万 30万多少钱 80块钱 人民币 那怎么便宜吗 你隔壁的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多少 49.9万 那算了 那不符合我的气质 我的气质还是适合 20万30万的 这个三点钱给你们买 这俩姑娘 一老婆 那必须让你们穿得好 你看 你有喜欢的吗 老婆 你往里面看看 说 咱们往里面看看 有没有给你穿的 我这个 这个这个 穿不穿 无所谓 你跟姑娘 两姑娘穿得好就行 哎哟 穿的 那这边这个呢 这个呢 这可以吧 白色 也不行啊 嗯嗯嗯 老婆你买一件呗 买了 买给你一件了 给你买的 给我买了一件 花了多少钱 零万九十九 二十九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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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 粉丝们 二十九万九在越南买一件衣服 好吧把银行卡收好 这个大姑娘呢 大姑娘 给你去买 其他腿好不好 好 糖啊 好吧好吧好吧 好吧我们回家了 走嘞走嘞 进去 走嘞回家了 走吧走吧 穿衣服 拿好孩子我来抱呗 孩子我来抱 小哥你看这个什么品牌 什么品牌 安踏吗 哇 这不是中国的安踏吗 是 怎么在越南又有中国的安踏 那给你买一块铺 走走走 咱们进去看看 进去看看 看看越南这个安踏 相比中国的安踏 贵不贵 哎呀 这个店面还不小啊 店面啊 也是各种款式都有啊 假能 假能 我姑娘说假能 这是假能 各种款式都有 假能我怕 来给我拿一条裤子试试看 来那个薄的 这个 哪个颜色好看呢 这个是 这种颜色是什么颜色 这个吧 这个我看看 这个黑色 这个多少钱 帮牛顶 帮牛顶 不知道多少钱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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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很蛮贵的 一百二十万 一百一十九万 那得四五百块钱 那么贵啊 三百多块 三百多块钱 蛮贵的 看看有没有便宜的 他是这样子 他还打个车 百分之五十呢 我说那还好 那个烙铁门看哪一个好看 这个行吗 不懂啊 那个哪个好看 哪个好看 我试一下吧 试一下 咋感觉呢 很凉快啊 很薄啊 凉快啊 肥不肥 一口吃一口看 肥不肥 还可以吧 帅啊 帅 应该差不多吧 嗯 还挺好 好看 我就买几条吧 这条差不多 打折以后 一百五十块钱 打折以后 一百五十块人民币 打折 他还有几件呢 这个 这颜色是什么 不 我喜欢黑色 你这很多呢 都是黑色了 我都是黑色 要买一个别的是吗 那你说这个 别的眼色呢 咱们都是永文山的 都喜欢穿黑色嘛 哎呀 装大哥了 要不然你出去 哎 好吧 就这个黑色 就这个黑色 老婆 再买一个啊 好了 好了 没想到在越南也能买到安踏 啊 也算支持中国企业了 呃 消费了一件裤子 五十万 一百五十块人民币 也消费了一件T恤 呃 三十万 八十块人民币 呃 今天总共消费了 两百 两百五十块人民币的老婆 高消费了 对于我来说 很有名 注意 competitor 魂